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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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网络上的调查可以发现检查出来的奶粉最常见的消毒剂成分是有本质绿胺绿酸盐以及绿丙醇脂肪酸等等的污染物 那我们现在上网来了解一下这些消毒剂成分吧 本质绿胺是一种阳离子表面抹性剂属于非氧化性杀菌剂它有广泡高效的杀菌灭组功能 以用本质绿胺也都是用在重海贴里面的杀菌剂使用 绿酸盐和绿丙醇脂肪酸都是发酷用品 用于工业上面的消毒都是属于检性物质 那我们平时在市面上买回来的婴幼儿奶粉会不会含有消毒剂成分呢 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妈妈比较担心的问题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展开调查 为了进一步调查清楚我们市面上是不是普遍存在着添加了消毒剂的婴幼儿奶粉 我们的调查员分别从各大超市网上购买了不同品种的婴幼儿奶粉 根据新闻报道不少的奶粉都被检测出有消毒剂的简类物质 不知道我们市面上会不会存在着这些消毒剂的成分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个实验 在桌面上已经摆住三款奶粉了 在我右手边这款就是代购回来的 中间这款就是网上买回来的 而左手边这款就是从超市买回来的奶粉 想知道这三款奶粉到底有没有含有消毒剂里面的简类物质呢 我们已经准备好PH试纸 大家去看看 第二样我们准备了玻璃棒 还有烧杯 当然还有我们的温水 之后我们的调查员瑞恩就会用PH试纸 检测一下我们三款奶粉 看一下这些奶粉会不会现出原型 到底它们当中会不会含有简性的消毒剂成分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先将面前的这三杯奶粉冲一下 然后分别用PH试纸来检测一下 看一下这些奶粉当中到底有没有含有简性的消毒剂成分 好 大家看到我三杯奶粉已经冲完 我们看见到了 好香啊 一阵浓厚的奶香味 怪不得我们的BB那么喜欢喝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进行实验 首先第一杯奶粉 也就是从超市随机买回来的奶粉 它里面会不会含有简性消毒剂物质呢 我们静待结果 看到我们的调查员 瑞茵猛大只眼的样子 莫非 难道第一号奶粉当中 就含有简类物质的消毒剂成分 好了 结果已经出来了 大家冷静一下 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这个颜色 我们看到这个PH试纸 大概是颜色绿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这款奶粉是呈酸性 差不多接近7 也就是说接近中性 也就是说这款奶粉是不含有简性的消毒剂成分的 原来只是去境一场 不过实验结果可喜可可 一号奶粉不含有简性的消毒剂成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继续检测二号的奶粉 二号的奶粉会不会入选我们的安全范围当中 我们立刻开始揭曉答案 瑞茵 今次不会玩什么花神吧 立刻将结果告诉我们 好了 二号奶粉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结果呢 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接近于6 但是也都接近于7 也就是说6到7之间的 那都是呈酸性是味道简性的 也就是说这款奶粉都是安全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继续检测三号的奶粉 三号的奶粉会不会也都是被列入我们安全的行列当中呢 还是它会反转结果含有碱性类的消毒剂成分呢 我们立刻来检查一下 结果建设 收莫奶粉同样程酸性同样安全 经过一番测试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这三款奶粉当中 是不含有这个碱类的消毒剂成分的 那是不是已经可以说明这三款奶粉都不含有消毒剂的呢 之前专家已经解释过了 食品消毒剂当中 除了含有这个碱类的消毒剂成分之外 还存在着我们最常见的本贼六安等等的消毒剂成分 那这三款奶粉当中 又没有可能含有消毒剂的其他成分呢 除机购买回来的三款奶粉当中 到底含不含有消毒剂的其他成分呢 含有消毒剂的婴幼儿奶粉危害有多大啊 对它的肠胃在吸收过程当中呢 会造成一定的刺激 导致小朋友呢消化不了 甚至是一些肠胃的疾病出现 各位妈妈又应该怎样选购 安全放心的婴儿奶粉呢 重泡奶粉先后顺序很重要 加浓着这个奶粉 导致这个宝宝差点就抢坏死了 生活调查团下节回来 告诉你听婴儿奶粉的真相 进一步深入调查婴儿奶粉的真相 我们将这三款奶粉送到广州市一家专业的检测机构 检测一下这三款奶粉当中含不含有消毒剂的其他成分 丹干马上为大家揭晓 他们感谢大家 结果需要时间的等待,在等待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咨询一下专家,如果奶粉当中参集了消毒剂的话,宝贝喝了之后会有什么危害呢? 一般如果这种化学物质的消毒剂残留在我们的奶粉里面过量的话,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对他的肠胃在吸收过程当中会造成一定的刺激,导致小朋友消化不良,甚至是一些肠胃的疾病出现。 原来如果奶粉当中是参集了消毒剂的话,多多少少对宝贝都是会有影响的,那我们这三款随机购买回来的奶粉,有没有含有消毒剂的其他成分呢? 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答案。 经过了24个小时,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为大家一一揭晓。 1号奶粉当中的本宅6氨浓度为每千克0.025毫坑。 2号奶粉当中的本宅6氨浓度为每千克0.047毫坑。 3号奶粉当中的本宅6氨浓度为每千克0.035毫坑。 通过检测,这三款奶粉多多少少都含有一定的消毒剂成分。 既然这个奶粉含有消毒剂会对宝贝造成一定的影响, 那为什么这个奶粉还要参集消毒剂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教一下专家。 其实这个婴儿奶粉的成分里面是不应该有这个消毒剂的, 但是它是因为由于机器生产的设备里面需要用到这个消毒剂, 所以可能那个婴儿奶粉里面就会残留原来机器里面的消毒剂了。 只要它涉入的剂量比较低的话, 是不会对小朋友造成任何的影响的。 按照欧盟的最新标准, 它的涉入剂量每天是0.1毫克每千克,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小朋友是6公斤重的话, 他每天就要吃2公斤的奶粉才可能会造成超标。 专家还补充, 婴儿奶粉当中渗习一些消毒剂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 所以各位妈妈不需要过多那么担心, 使用消毒剂是为了更好保证奶粉的安全, 只要残留的量不超过一定的标准, 宝宝们还是可以放心饮用的。 节目调查到这里, 原来是虚惊一场, 奶粉当中使用这个消毒剂, 只要在安全量之内就不会危害到宝宝的健康, 而且这个奶粉使用消毒剂是安全而且是必要的, 那看到这里, 相信各位妈妈就想问了, 那平时应该怎样去选择那些安全的奶粉呢? 超市、网购、海外代购这么多, 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选择呢? 我们在选购奶粉的时候呢, 一般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说, 我们会建议大家尽可能是选择正规的途径去进行购买, 因为现在我们购买奶粉的这个途径有比较多, 譬如说去商场, 甚至包括网购, 那一般来说, 在我们一些大型规模的这些超市商场里面购买的奶粉, 它都是经过层层的这个检测的, 那能够保证它的一个质量和安全, 我们会建议大家尽可能到这些地方去专门购买奶粉, 那尽可能避免在我们的一些网络上, 尤其是没办法去检测它的这个来源与否的这些地方呢, 来购买一些不太确定它的这个来源安全的一些奶粉,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建议大家在购买奶粉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看一下包装, 它的外包装呢是不是完整,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瑕疵或者是破漏的地方, 那么第二呢就是奶粉拿回去的之后, 我们打开之后可以看一下, 奶粉可以捏一捏, 听一听它的声音, 我们好的奶粉呢能够听到比较沙沙沙的这样的一个晃动的一个声音, 不会结块, 拿手捏呢, 捏完之后呢, 这个好的奶粉它其实是有粘合性的, 会捏成一小坨一小坨的一小块, 但是用水来冲的话, 它的这个溶解度还是比较的好, 能够很快速的能够溶解在水里, 那我们通过这几步, 其实是能够比较好的来判断这个奶粉是否适用或者是安全, 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购买的过程当中, 尽可能从正规的途径来购买, 看到这里, 相信电视机前的各位年轻父母都学会如何选择安全的奶粉, 其实说到奶粉还有一个非常之特别重要的工具, 是什么呢? 就是奶瓶了, 我们接触的奶瓶上面都会有黑度的标志, 妈妈都会按照这个黑度来冲奶粉给BB喝, 最近网上有一只传言, 就说这个奶瓶的黑度不准的话, 会危害BB的健康, 究竟说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媒体报道, 重庆一名三个月大的女婴被查出肝功能异常, 严重频脱, 淋巴细胞升高, 专家说这个和长期吃黑度有误的奶瓶对出来的高浓度奶有直接关联, 最终奶瓶厂家赔偿了15万。 来一个这么小的奶瓶, 就是因为黑度不准确而危害了BB的健康, 那市面上的奶瓶黑度又准不准确呢? 你平时有没有留意过你家里的奶瓶黑度呢? 其实有没有关注过奶瓶上面的黑度呢? 没有啊, 这个东西。 不是啊? 不是啊, 没有啊, 没有啊, 因为我多喝一些纸包装, 好像没有啊。 那你觉得它那个黑度准不准确呢? 应该准确, 看牌子吧, 我觉得因为每一个牌子它那个有一个执行标准是不同的。 这个真的不是很清晨的, 我觉得应该准确的吧。 偏准确的, 我觉得还是不准确的。 大部分的街坊们都认为奶瓶上面的黑度应该是准确的。 平时都不会太在意, 一般会按照奶瓶上面的黑度标准来为BB冲泡奶粉。 那市面上会不会存在黑度不准的奶瓶呢? 我们马上调查吧。 为了搞清楚市面上的奶瓶会不会存在黑度不准确的情况呢? 那我们已经在超市和网上已经购买回来价格不一和品牌不一的奶瓶了。 想知道这些奶瓶的黑度究竟准不准确呢? 那我们同时已经准备了一个正确的量杯来作为衡量的标准。 那大家看到我桌面上已经摆着三个外形非常可爱的儿童专用的奶瓶了。 那稍后我就会把这个烧杯当中的奶粉分别倒进这个奶瓶里面的最高黑度, 然后再分别倒进这个量杯当中, 看看它的黑度究竟准不准确。 接着下来的时间, 调查人瑞茵分别将奶粉倒入三款奶瓶的最高黑度村, 分别是60毫升、250毫升和150毫升。 首先来测试一下第一款的奶瓶。 好了,那我已经将所有的奶粉倒入三个奶瓶里面的了。 那我们首先来检验一下1号的奶瓶它的黑度是否准确。 那我们看到1号奶粉它的毫升是60毫升的。 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倒进这个量杯当中, 看看它是否真的是60毫升。 那我们看到1号奶粉本身是60毫升的。 但是它倒进这个量杯当中, 居然是多出了1毫升。 也就是说1号奶瓶它的黑度是不准确的。 第一款奶瓶的黑度存在少少于不差。 那第二款奶瓶的情况又会是怎样呢? 好了,那我们现在将2号奶瓶里面的奶粉倒进这个量杯当中, 看看它的黑度是否准确。 是否准确是否准确。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现在的黑度是否准确。 哇,我们看到2号奶瓶当中的奶粉本应该是250毫升的。 但是倒进这个量杯当中, 居然是多出了3毫升。 也就是说2号奶瓶也是黑度不准确的。 什么?第二款奶瓶依然存在不差。 不要紧,我们还有第三个奶瓶继续实验。 好了,那我们刚才已经看到1号和2号奶瓶 都是存在着一定的不差。 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进行3号奶瓶的实验。 那到底3号奶瓶它会依然存在不差? 还是它的情况会有所好转呢? 事不宜迟,我们继续进行实验。 继续进行3号奶瓶, 我们继续进行4号奶瓶。 或者经过实验,我们发现这三款奶瓶的黑度都存在一定的误差 第一款奶瓶的误差在1到2毫升之间 而第二款奶瓶的误差就高达3毫升 第三款奶瓶的误差是最小的误差1毫升 经过一番测试之后,我们发现三支奶瓶的黑度多多少少都会存在误差 虽然误差,但是它是1毫升至3毫升之间 看上去就不太大,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 因为一个三个月的BB,它每天的奶瓶涉入量大概500到600毫升 也就是说五、六瓶之间的 这样算下来的话,它一天的误差都是非常之大的 这个黑度不准确的奶瓶,妈妈冲的奶粉就会冲出来比较高浓度 那么高浓度的奶粉会对BB造成什么危害呢? 根据一篇名为奶粉冲太浓,BB差点腸坏死的新闻颇受关注 像刚出生五日的小BB,却被诊断为急性坏死性小肠结肠险 原来爸爸心痛早产的儿子,每次帮BB冲泡奶粉的人都会特意多加几项奶粉 那么这些多出来几项冲得太浓的奶粉 令到刚刚出生的BB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以上的新闻就是爸爸心痛这个BB,特意加浓了这个奶粉 导致这个BB差点就抢坏死了 那么我们平时购买这个奶瓶,如果遇到这个黑度不准确的话 无意中加浓了这个奶粉,又会导致什么效果呢? 我们一般对于婴儿奶粉呢,它都有专门的一个冲条的指导 我们一般来说建议大家应该按照这个冲条的指导来进行我们奶粉的冲条 加几勺的奶粉,加多少的水 那如果我们冲条的过浓的话,里边的一些物质 第一个,它溶解不易,可能会产生结块或者是沉淀等等的现象 第二个就是它过浓的话,小朋友喝进去,可能会导致一个消化不良 第二个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些物质太浓稠 容易引起小朋友的这个上火或者等等的这些问题 所以尽可能的建议大家按照我们的这个奶粉罐上 它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冲条的方式来进行冲条 那调查到这里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市面上这个奶瓶不准确的情况的而且确是存在的 所以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爹地妈妈 在冲奶粉之前,记得要测量一下 你们的奶瓶有没有存在着误差 避免你们冲的奶粉浓度过于高,危害BB的健康 好了,我们现在就回顾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 然后再做一个调查总结 本期节目调查总结 因,应而奶粉当中含有消毒剂成分 不必太过担心消毒剂安全而且必要 第二,选购奶粉 首先注意要通过正规渠道来进行购买 其次就是一体,二茶,三压,四药,五比较 三,奶瓶黑度存在不差,影响奶粉浓度 建议爸爸妈妈们在综合奶粉之前 测量一下奶瓶的黑度是否存在不差 婴幼儿奶粉对于BB来说 其实是等于母乳的重要营养品 所以说无论是从奶粉的营养成分来说 亦是从奶瓶的黑度是否正确来说 都是自关重要的 所以说建议基前的准父母 又或者年轻父母 一定不要忽视关于婴幼儿奶粉的问题 好了,我们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 又或者是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